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在本实验 我们会检视猪心的结构 用清水将猪心冲洗干净 用剪刀或解剖刀 移除心血管周围的脂肪组织 辨认猪心的背面和腹面 辨认猪心的左右两侧 辨认左心房 右心房 左心室 及 右心室 用手指轻按猪心 感觉心室的厚度 辨认大动脈 肺动脈 肯静脈 和肺静脈 辨认猪心表面的冠状血管 拒划标注图 以显示猪心的外部结构 用水管慢慢地将水轮流注入大动脈 和肺静脈 以及肺静脈 和肺静脈 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 将猪心的肺静脈 将猪心的肺面向上 并进行解剖 由心室的底部开始 切去心室的肺面 首先 沿着左侧切割 最后 沿着右侧切割 切去心房的肺面 以展示二尖反和三尖反 切开肺动脈的底部 以展示里面的半月反 切开大动脈的底部 以显示当中的半月反 检视以解剖的心的内部结构 比较心房 和心室肌肉壁的厚度 比较左心室 和右心室肌肉壁的厚度 便认位于心房 和心室之间的三尖反 和二尖反 便认固定反膜的心建索 便认位于大动脈 和肺动脈肌部的半月反 它画标注图 以显示以解剖株心的内部结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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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